甘乃迪遇刺50周年 阴谋论大集合 今天是美国已故总统甘乃迪遇刺身亡50周年 甘乃迪在德州达拉斯出席活动时 遭嫌犯欧斯华射杀 幕后凶手是否另有其人 让我们来瞧瞧这些主流和谣传的阴谋论 有人说欧斯华是前苏联特务 也有人怪罪古巴的黑帮 还是说这是詹森想篡位当总统的阴谋 众多谣言里 中情局暗杀甘乃迪来掩盖发现幽浮的说法 最广为流行 还是说是老不惜干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混蛋 最瞎的阴谋论是由纽奥尔良检察官 吉姆·加里森提出 认为甘乃迪是被同性恋杀死的 甘乃迪到底是被谁谋杀 该不会是你吧 留言跟我们懺悔吧 1月4日 5日 5日 4日